哈喽大家好我是文文 今天呢来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像这种 比较多范围的 然后像这一些 就是怎么样去区分线 还不乱呢 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哈 首先呢 我是先会把这种 大范围的整体的先给绣完 就是用双针绣的绣法 先给它整体绣完 然后呢 我就会重新的穿很多 这种 两股线对折成四股的 这种小范围适合的线 就会弄得比较多 这种线呢 会比较短一点 就比较适合这种小范围的 会比较快一点 然后呢就是随便一个地方 去起针 就是随便都可以 一般就是我 习惯性的中间去 去起吧 这样就可以一直绣 像这一种呢 我就是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有时候你绣出来的那个线啊 它可能会像这一个这样子 看到了吗 它是有点 散掉了的感觉 为什么会绣成这样子呢 这个呢就是因为 你绣的过程中呀 就是这一根的时候 太过于饱满了 太过于饱满了呢 那你 之后呢再去绣 就是其他的这些隔的时候嘛 它就会很容易让你的 其他地方就是绣的 嗯 就会让你原本的这一根 变得很散 就是因为你一开始太过于饱满 像现在这样子太过于饱满了 重新挑回上来 然后呢 去卷一下这根线 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开始往下绣了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关于力的掌握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出来的时候转一下这根针 往反方向往逆时针 去转一下这根针 就是每出来一格都会去转一下 尤其说是 这种往回 就是反针的时候 反针的时候就是 就是这种单格绣 尽量不要太过于饱满 如果就是太过于饱满的话 后期你再去绣边边的话 一一条绣 或者是上下针的时候 它就特别容易会散掉 那就是这样子 我的一个绣法呢就是 就是经常这种大范围的都是把大范围的绣掉 然后再让我刚刚的这种讲法呢 去取这种小线 然后去 去起针 就像我待会上面这里嘛 那我也是把这一范围都给绣了 就是多的这一范围 然后再 起小针去绣这些细的 就会比较的方便 那今天的一个讲解大概就到这里咯 拜拜 有不懂的问题呢 可以在评论区下面给我留言咯 我会给大家回复的 拜拜